第四季的德邁來斯科杯國王泰冠軍賽 我們今天來到我們 兩位美女的八強選手的現場 那我們來歡迎兩位 請你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北文華東方酒店的世界中 大家好 我是來自Saint Rental Café的李怡瑞 好 很高興看到兩位美女吼 那你們 比賽的時候應該蠻緊張的吼 有沒有什麼 關於你們這次 經歷了我們出賽進入八強之後 有沒有一些心得 或是一些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實因為這一次我覺得 在要出賽的時候 就知道蠻多很厲害的師傅都會來參加 然後在準備的時候也是覺得蠻緊張 雖然一直跟自己說就是 就是不要跟別人比 就是跟自己比 那越來越好這樣 那就是 還是會覺得 很恐怖 我們花了蠻長的期間在準備出賽 大概有三個月之中這樣 好 那兩位我們這邊 經歷了一些激烈的施殺 那出賽之後呢 到了決賽八強 那你們在這個出賽練習的過程中呢 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或是合作上的東西 讓你們可以想辦法去克服 或是解決的 首先我覺得就是時間上的安排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兩個都有各自的工作 然後要休假又可以抽災期 是還蠻不容易的 所以首先第一個就是時間上要安排一起練習 就還蠻困難的 然後很常就是比如說我下班之後過來他這邊 然後就是利用一路做到隔天早上這樣子 一路做到隔天早上 那真的很辛苦 對 就是時間上蠻困難的我覺得 然後還有就是場地上 因為我們有一次在練習的時候 剛好好像壞掉了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因為就是離比賽好像還剩幾天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趕緊找人來修理 好 我們這次來這個被國王派冠軍賽呢 是台灣非常盛大的烘焙比賽 那這麼盛大的比賽 覺得選手們覺得對於台灣烘焙界 或者是對於你們個人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然後是一個機會呢 我覺得這次比賽 因為就是跟很多師傅們認識 然後有交流 所以就在國王派的技術上 可以做到很多更多創新的部分 跟以往比起來 然後對於整個業界的話 就是我覺得讓好多一般群眾也了解到國王派 好像這幾年就很多就是國王派的流行 很多店家都開始販售國王派這件事 電視界得賣萊斯可飛國王派冠軍賽 比賽日期是在12月9號10號 那頒獎典禮會在12月11號喔 來比賽過程我們紅北遠地會全程直播 就在決賽等你喔